我們就來做一些練習 牛頓第二運用定律公式F等於MA 跟你剛剛教的 F如果一樣 M跟A乘什麼比 F如果一樣 F就寫成E嘛 E等於MA 這樣表示M跟A乘什麼比 M跟A乘什麼比 帥哥美女 現在應該要找一個男生 帥哥31 正比還反比 反比喔 好謝謝反比 如果M一樣呢 F等於E乘A M一樣嘛 那就要表示F跟A乘什麼比 F跟A乘什麼比例呢 帥哥美女 Number one Number one 什麼比呢 正比還反比 F等於E乘A 不會喔 你說 叫做乘 正比 F等於E乘A啊 剛剛不跟你講說 F等於E乘A嗎 所以A如果是2 F就是2啊 我變兩倍 你變兩倍 叫做乘 正比啊 OK 那如果A一樣 F等於M乘A 那表示F跟A乘什麼比啊 帥哥美女 帥哥美女 應該找一個男生 有男生嗎 有 22 22 22 自由生不在 然後這位叫做 28 為什麼還28 你答案怎麼比 正比很好 我們叫做成 正比 好下一個 我們那個R等於I分之V 歐姆 歐姆 國三 上 最後要交這個 那如果R一樣 E等於I分之V 那V跟I成什麼比 這是我們的歐姆定律 重要 好 應該要換一個可愛小女生了嗎 No.5 屁裡五花 屁裡五花 對不起你說什麼 你說成正比 好 那V一樣 R等於I分之一 R等於I分之一 那這時候 R跟I會成啥比 R跟I會成什麼比例呢 R跟I會成什麼比例呢 這個叫做 什麼叫比啾米啊 蛤 這是一個人嗎 應該不是吧 比啾米是誰啊 是一個人嗎 應該不是吧 你們亂七八糟的簽吧 No.6 我 之優生 之優生 Number 32 是你 啥比啊 反比啊 請坐下 它會成的叫做反比 那I一樣 R等於1分之V I一樣 R等於1分之V 那表示R跟V成什麼比呢 R跟V成什麼比呢 R跟V成什麼比呢 好喔 應該找一個可愛小女生 找不到可愛小女生 13號 你坐上 你說成正比很好 那各位練習一下 你怎麼知道成正比或反比 我剛剛跟你講過 你不需要去被參考書 跟你寫的那些有的沒的啊 你只要看到公式 你就自然而然知道 誰會成正比 誰會成反比 但是Keyword叫做 凡是要比較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一定是什麼什麼一樣 A跟B成正比 什麼什麼什麼一樣 A跟B會成反比 把這個做法弄懂 OK 然後呢 了解一下怎麼 怕它是成正比還是反比 但是可以了 OK